好那我們現在來上那個第三節課啦 就是我們現在要 我們剛剛 我們現在真的要做神經網路啦 我們之前是做那個 現境迴規嘛對不對 我們都 到此為止我們都要學基礎知識啊 我們都還沒親手做做看這個 到底這個 能夠辨識圖像的這個神經網路 到底長成什麼樣子 好那我們現在來講一下這個 神經網路它實際上大概的 構想是什麼樣子 就是剛剛我們想說 人工智慧其實就是一個 數學的預測函數 並且我們只要定義好一個 預測函數加上一個損失函數 我們就可以利用T度下降法求解 對吧 那那個 至於這個預測函數要長成什麼樣子咧 我們現在沒有任何idea 因為我們根本不清楚這個圖像啊 從這個圖像 到我們的這個 就是我們知道它是貓還是狗 這個過程啊太複雜了 我們根本搞不清楚是怎麼發生的 對吧 還是有沒有人可以講得出來呢 來來來講得出來了 講得出來我們不要講說加分啦 這樣太小了 太小看你了 我先幫你報名諾貝爾獎 好不好 好這間開玩笑的啦 應該也是蠻多人有研究的啦 這個報名諾貝爾獎應該也不會上 好這個 但是我們大家想一下 就是這個過程我們經過一個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經過我們的大腦嘛對不對 那我想問一下大腦是怎麼運作的 這個 這個 呃就是 這個有沒有人要講一下 大腦 大腦的神經元怎麼運作的 有沒有人要尋求一下這個 這個 想要跟同學分享一下大腦是怎麼運作的啊 好沒有沒有我自己講好了啦 好不好神經元怎麼運作的 神經元運作方法就是非常簡單嘛 就是 這個 就是他去接收一些訊號 這接收一些訊號如果啊 這個他累積的這個電位差 到了一定程度之後他就會往下傳 啊否則他就不傳嘛 對不對 這個這個可以接受嘛對不對 這個 我們的神經元是這樣傳的對吧 那我們在 在數學室裡面我們怎麼去模擬神經元的這個 這個 訊號啊 我們的想法是這樣子的 如果啊 我們有辦法把這個 把這個就是 數學室寫的跟我們大腦一樣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 我們的數學室理論上就應該擁有我們大腦的能力啊 對吧 啊反正求解這個事情不用我管嘛 求解我們只要定義好損失函數跟這個 交給T度下降法 剩下的不重要了 所以我們可以做好 我們現在的重點就是 我們希望定義出一個 好的預測函數 這個預測函數 有能力 去模擬任何函數 像我們大腦一樣有很好的適應性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這個 這個神經元要怎麼樣模擬啊 他的模擬方法是這樣子的 我們總共有幾個輸入 總共有X1X2到XN 這麼多個輸入我們前面都給他一個權重 W0到WN 那全部把他累加起來之後 這個權重有正有負 X也有正有負嘛對不對 最後加起來如果是大於0的話 我們就輸出1 否則我們就輸出0 這個step function 意思就是 如果大於0我就輸出1 如果小於0我就輸出0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那他是不是跟現金回歸非常非常的像 就是現金回歸其實就是這個式子不是嗎 這個現金回歸嘛對不對 那這個 只差在一個step function嘛對不對 這個step function就是如果 這個 如果這個 這個 裡面的 input為 正數 我就輸出1 input為負數 我就輸出0 這樣子 好 那我們的大腦啊 當然不只是一個神經元結合起來 他是很多個神經元結合在一起 這個很多神經元啊我們把他結合在一起的話 就類似 這個 就是第一條 神經元 這是第一個神經元 這第二個神經元 結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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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些神經元再往後傳 這是不是就是 我們大腦 可能這個很多神經元模擬的這個 形狀他大約是長成這個樣子 那我們現在來想個問題喔 這個 形狀他大概長什麼樣子 這個我們可能要看黑板喔 因為不然的話 你可能會搞不清楚 我們現在在做什麼 我們來看這個東西啊 就是 我們的 input 我們的 input 是這個 主要說x1 x2 我就兩個就好了 好不好 然後啊 我第一個 第一個這個神經元 他 我們現在 y1 等於 β01 加上 β11 x1 加上 β12 x2 這樣可以吧 那第二個神經元 是 y2 等於 β02 加上 β12 x1 加上 β 這邊是 這邊是 21 不好意思 22 x2 好這樣子 然後因為這些數字不一樣 因為每一個神經元他所負責的這個權重不一樣 這樣子 那 這個 y1 y2 就是新的神經元的 output 他在給下一個去接 這給下一個去接的過程啊 是可能又有一個新的這個 新的這個網路 我們叫O好了 O等於 這個 大b 大b0 y 加上 大b1 y1 加上大b2 y2 好製作我們新的輸出 我們的整個式子就結合成這個樣子 好那我們要在mxdata裡面要怎麼實現這件事情呢 我們實現的方法是啊 如果我們這邊有五個神經元 我們那個剛剛那個iis這個資料集 它是不是有四個 變數去分別描述 花惠的這個 呃 花惡的寬度 花惡的長度 然後花惠的寬度 花惠的長度 那我們中間給他五個神經元好了 那我們最後再輸出三個神經元 那我們要怎麼去定義這個預測函數呢 我們要定義的方法是這個樣子的 首先 我們要先把 我們先把這個 iis這份資料 把他第五個維度去掉之後 這個xarray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樣子 他的樣子是不是就是 這就是第一筆資料 5.1 3.5 1.4 0.2 4.9 3.0 1.4 0.2 我們再看一下這個iis的前兩筆資料 是不是一樣 5.1 3.5 1.4 0.2 4.9 3.0 1.4 0.2 這樣可以吧 這個就是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這個x 就是長這個樣子 好 那我們的y呢 我們的y來看一下 我們的y長什麼樣子 我們y是什麼勒 來 他的前50個 都是100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他是第一個類別 前50個都是100 從第51個到第100個 是010 代表這是第二個類別 最後 後面 從101到150 這代表這是第三個類別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 這個 這個資料的第五個 如果他是不是長這樣 來看一下喔 1到50 是不是同個類別 然後 51到100 是第二個類別 那101到最後 這是第三個類別 這樣可以齁 好 那我們把這一份資料 把它 把它 先做 這個是sample一個 序位 那我們先抽出100個樣本 這100個樣本 現在是我這樣抽出來的 我們把xarray的 其中 這100個樣本 當做training data 就是我們要訓練我們的 AI認得的 這個data 這個data 長成這個樣子 他的output 長成這樣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的test data 這個就是我們等一下 要拿他來預測 就是我們訓練好一隻AI 然後我們用test data 來試試看 這個 這隻AI的performance 怎麼樣 然後因為我們有 我們有test data的答案 所以我們可以跟他 做一個比較 這樣子 好 那我們來定義一下 模型的架構 這個模型的架構 就跟剛剛講的一樣 這個模型的架構 首先data進來之後 這個低層輸出的神經元 各數為5個 然後這叫fc1 fc1 進來之後 首先先經過一個東西 叫reliu 這個reliu 就是做一個非線性轉換 這邊大家只要記住 就是反正 4D connected之後 就一定要接一個 非線性轉換 這樣就可以了 那接著 這個東西再丟進來 經過4D connected 他output的數目是3 因為他最後的維度是3 然後接著fc2 再丟給sulfmax output sulfmax output 就是做一個 這個 就是多分類任務 好 那這樣之後我們就是 我們的outlayer 然後接著我們就可以來 評估 我們就接著可以來輸出了 好我們的輸出一樣 我們就是把training array丟進去 outlayer丟進去 然後我們開始做一個 iris model 好這個已經做完了 這個iris model做完了 但是這個iris model 如果你直接點開他來看的話 他的參數很多 而且這個參數 我不知道有什麼意義 對不對 因為他每一個神經元 都有好幾個係數要求解 對不對 所以這些是很多神經元組合在一起的 所以這個參數是沒有意義的 但是這個參數沒有意義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今天 最重要的事情是 我們希望把這個model拿來做predict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怎麼把這個model拿來做predict 就可以用我們剛剛那個predict這個函數 我們把這個model放進來 然後把我們test的data放進來 來看看我們的答案 是多少 好我們預測完之後 我們看一下我們predictY是什麼 來我們predictY告訴我們說 第一個類別他99%的幾率是第一個 第一個 100 就是他100的感覺 也是100100100 好那如果像是這個 大概就是001這樣可以吧 這個是接近100%的嘛 9.9乘以10的-1次方 那就是0.99多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那這個1.6乘以10的-12次方 這相當也沒有啦 好不好 所以這個這個是不是就是我們的output 那我們的output當然我們就要跟我們的這個 testyarray來做比對嘛對不對 怎麼比對咧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我們先把這個predictY把它轉至T這個 T這個函數就是轉至嘛 接下來轉至這個問他最大的值在哪裡 就是max column這個函數就是最大在哪裡 這就告訴我們這是第一個類別第二個類別第三個類別這樣可以吧 然後同樣的我們的y也是一樣可以用過一樣的方法 我們可以 第一個類別第二個類別第三個類別 並且我們可以用table這個函數 把這兩個秀出來 print出來 你會發現只有兩個他分錯 只有兩個他分錯喔 剩下他通都分對了喔 預測值是1 實際值也是1 預測值是2 實際值也是2 預測值是3 有兩個是2 剩下17個是3 這樣知道吧 所以只有我們只有兩個預測錯誤喔 剩下都預測對了喔 好不好 這就是我們的最基礎的神經網路 好那個我們先做到這裡好不好 所有人先可以print到這裡 好那我們基本的這個 這個神經網路我們已經學會了 我們現在要來學一些圖像的這個神經網路了 這個我們圖像的神經網路啊 圖像比起這個數值預測 最大不一樣的是 我們數值預測的時候 我們大部分都用我們腦袋思考嘛 對不對 但是如果圖像的話 欸我們就會用到我們的眼睛對吧 所以我們的方程式裡面 除了要模擬我們的大腦以外 還要模擬我們的眼睛 那我們的眼睛怎麼運作的呢 我們眼睛這個樣子運作的啦 就是 以前的科學家發現啊 如果我們的眼睛 我們的四成精細胞喔 在 一些 對於一些簡單的一些線條 會有一些反應 也就是說它其實不是直接用四成精 就直接看到整張圖了 它其實是去辨證一些 一些簡單的形狀 然後從而去這個 再經過這個 大腦皮質再去把它 重整成這個重要的information 所以對於我們的眼睛來講 它其實基本上就是做一個全圖掃描的動作 掃描看看 這圖片裡面有沒有 主要說左上到右下斜線 類似這種感覺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電腦上面 我們要怎麼表達成這個眼睛的樣子咧 我們表達的方式叫做用卷機器 卷機器是Convolutional Fighter 那Convolutional Fighter這個樣子 因為我們已經知道圖像 它其實就是一個正列對吧 一個Array 這個Array裡面0代表黑色 1代表白色 然後中間的數值代表這個 黑跟灰的程度對吧 那如果我們有一個 有一個掃描器 就這樣子連續這樣掃過去 掃到底是什麼咧 就是我掃過去都是 假如說乘1 來我們這邊XX的部分 是不是都有乘1 XX的部分是不是都有乘1 看到了嗎 剩下的部分是不是乘0 這樣是不是代表我們在找XX 那如果我們能夠抓到一個5 這樣子 就是抓過來乘1 乘1加上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乘0 加上這個數字乘1 將這個數字乘0 將這個數字乘1 將這個數字乘0 這個數字乘1 這個數字乘0 這個數字乘1 這樣最大值是多少 最大值是5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經過這個卷機器 掃過了以後 產生了一張新的圖片 我們叫它特徵圖 卷機特徵圖 這叫 這convalu the future 這convalu the future 這個特徵圖 數字越大代表 越符合前面那個卷機器 所希望找到的特徵 對吧 這個可以理解嗎 那這個卷機器 因為它完全是用乘以一個數字 再累加起來 所以這個跟線性回歸完全一樣 只是它經過一個圖片的掃描而已 所以這個 這個 這相當於透過一個濾鏡對圖片進行全局搜索 這個也是一個可為分的過程 那這個特徵圖的意義是什麼咧 來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們有一個 這個 負1代表黑色 正1代表白色的這樣一張圖 然後我們用這樣的一個卷機器去掃 請問一下掃到的數字最大在哪裡 是不是在這裡 這裡是不是 這邊是不是連續三格 完全都是 左上到右下的斜線 這裡是不是也連續三格 左下到右下的斜線 然後這三格是不是也是 這三格是不是也是 所以你可以看到 右邊這張 特徵圖 數字最大的 是不是就在這裡 數字最大的就在這裡 這樣可以嗎 這兩個地方就是我們最重要的特徵 就是被這個捲機器找到最重要的特徵 那我們可以同一個時間 有 左上到右下斜線 也有叉叉 也有右上到左下斜線 來進行全局的掃描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有點像什麼咧 我們現在有一張 有一個人臉在你的面前 我同時要掃描眼睛在哪裡 也要掃描鼻子在哪裡 也要掃描嘴巴在哪裡 你可以這樣想喔 如果 有一張圖片 他的眼睛、嘴巴、鼻子 被我掃描到了以後 位置非常的接近 這是不是就說明了 那邊可能有個人臉 那如果 他們的位置離很遠 那可能就是一個假的訊號 大概就是這個想法 我們就不會把他想成人臉 所以獲得特徵圖之後 我們還要把他的位置合在一起 把他位置合在一起 我們就不能讓他太精確 就是 他只要在附近就好了 我們不要讓他太精確 他如果太精確的話 這樣是不是什麼東西都要完全一樣 我們總不能規定所有的臉 眼睛跟眼睛的距離 都是3公分 有些人可能就2.5公分 有些人可能就3.5公分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 模糊化 叫Pooling 這個Pooling的意思 就是我們的特徵圖 掃進來之後 我們希望他 這四格的數字 我們取一個最大值 他最接近的數字就好了 這樣我們取一個最大值 就會產生6 這樣取一個最大值就是8 這樣取一個最大值就是3 這樣取一個最大值就是4 依此類推下去 所以我們現在介紹了兩個新的東西 一個叫Convolution Layer 一個叫做Pooling Layer 有了這兩個東西之後 我們就可以想像剛剛我講的那個東西了 第一張 我們的初階四神經 在掃描我們前面的圖片的時候 我們可能是在找類似 眼睛鼻子耳朵最有可能在的位置 那找到啊 這個 那第四張跟第五張特徵圖 可能是在找手掌跟手臂最有可能在的位置 那我現在問一下 如果第一張第二張第三張特徵圖 他們眼睛鼻子耳朵的位置非常接近 是不是就說明著 欸這邊可能有人臉 那如果離得很遠呢 那就可能是假訊號 那如果是這個手臂跟手掌 解的位置很接近 那是不是就代表他非常有可能是一隻手 否則的話 他就這個 他就可能是假的 那透過這種方式 我們就可以透過連續的捲跡 把我們的這個眼睛到腦袋的過程中模擬出來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首先去掃描這個圖裡面 什麼地方像是我們想要找的特徵 接著再往後找 欸這個特徵再組合成高階特徵 然後高階特徵再把他的概念抽象化 最後再得出我們的結論 這樣可以了解嗎 好那如果 你這邊聽不太懂也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這邊真的是講得比較快 我們現在就來帶大家實作一個 手寫數字辨識的這個網路 這個手寫數字辨識網路我們就要用 我們今天早上上課用到的data 也就是那些手寫數字 他是不是有 這個 他是不是已經有圖像了 四萬兩千張圖像 並且有相對應的這個 那個 相對應的這個就是 呃 那個他是0還是0到9的某一個數字嘛 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把這份data把它讀進來 注意啊 這份data需要用到 data table 這一個 函數 不然的話你會讀得很慢 好我們把它讀進來之後 按照我們今天早上的邏輯 我們把x 換成了一個x陣列 然後我們把y 換成了一個10到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y 我們的y 這樣子就代表是1的意思 因為0到9嘛 0 1 2 3 4 5 6 7 8 9 所以這是1的意思 這是0的意思 這是1的意思 這個是多少呢 這個是4 這樣可以嗎 然後啊 我們的x 我們再來看一下 假如我們的第4張圖 理論上看應該是4嘛 對不對 我們現在來imageshow 第4張圖 欸他的4 這樣看到了嗎 沒有問題吧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假如第10張圖 理論上應該是3嘛 好這樣可以嗎 好所以說我們現在就要利用這個 請這個AI 來看著這個x 然後去預測這個y 然後試著把那個函數把它求出來 那個函數要怎麼求呢 我們定義出函數的結構之後 剩下參數就由T度下降法去求了 這樣可以嗎 那T度下降法 MxNet會幫我求 好那我們現在啊 首先要先對x進行標準化 如果不對x進行標準化的話 你會發現幾乎沒有辦法求 注意喔這一行等一下大家做實驗的時候 我們如果左右兩個同學 你們可以試著 有加這一行跟沒有加這一行 然後看看結果怎麼樣 好接著做完以後我們把 x分成training x跟training y 還有test x跟test y 我們讓model 進行training x跟training y的訓練 然後在test上面做驗證 好我的y要放到這裡來 好那注意一下 我們來定義一下我們的模型結構 這個模型的結構 我們不做太多詳細的介紹 總之就是我們大概看一下 首先data進來之後先經過convolution 這個convolution是一個5x5的卷積核 然後有10個fighter去掃 掃完之後convolution1 然後出來然後經過一個radio 然後再經過一個pooling pooling是2x2的pooling 把他變成pro1 pro1再過來5x5的卷積核 20個fighter去掃 20個fighter就是我們有20個四層精細胞去掃 那接著convolution2 然後接著再radio radio就是小於0的部分 我們把他換成0 這是做一個非線型轉換 然後接著這個pooling完之後 變成pro2 然後pro2之後再把他壓平之後 再做一個folding connected 150個神經元 大腦的第一層有150個神經元 給他fc3之後 再經過一個非線型轉換 這個非線型轉換很重要 這個非線型轉換就是 類似模擬我們那個神經就是 他一定要超過threshold 才會出來傳導的那個感覺 好然後這個 接著再經過一個folding connected 10個output 接著經過softmax 接著我們就 softmax就是我們要知道說 我們的這個 0到9是哪個類別嘛 對不對 接著就是我們的le net 有了這個東西以後啊 我們就可以直接 來做這個運算了 好來做運算之後 你們可以直接貼下來 不過這邊我做一個 偷懶的舉動啊 就是我把CPU改成GPU 不過你們電腦應該是沒有有GPU的啦 好不好我們來做一下 我們來做一下這個預測 好我們來看一下他 他應該蠻快的啦 如果是用GPU的話 應該是馬上就會做完了 好大家可以看到 我這個速度啊 你們等一下可以 比較一下好不好 那做完之後我可以 比較看一下我的預測準確度 好這我的預測準確度是98.4% 那我們來看一下 欸來你看 我predict他是0 第一個類別是0嘛 他幾乎都是0 predict他1他也幾乎都是1 這個對角線的這邊 就代表我predict的值 跟我實際的值是完全一樣的 好所以啊你們現在需要 把這個過程完成 把這個過程完成好不好 那我們把這個過程完成之後 我們在那個等一下 我們再來做這個 呃實際的這個模型存取 跟這個實際預測的這個應用 好那我們現在啊 這個如果你跑完之後啊 我們就要 我們就要把你的模型存下來 並且用predict函數來實際進行運用嘛 對不對 來我們來把模型 模型怎麼存呢 一樣啊 我們剛剛存的那個model 叫什麼 L1 net model嘛對不對 所以model save 然後L1 net 然後我們把它存在 我們就把它存成L1 net 注意喔 我們再看一次 我們當下的這個 我們當下的這個 下面是沒有L1 net這個model的喔 到按下儲存 是不是這裡出來了 這兩個是不是我剛剛出現的 這兩個是我剛剛出現的喔 那接著我把東西清空 然後我再把model load進來 欸靠 喔這個因為我多打了model 好我是不是讀回來了 這是不是我剛剛的model 我讀回來嘛對不對 我來看我讀回來之後要怎麼驗證喔 首先 我們先把我們的檔案給讀回 我們先讀一張圖片進來 這張圖片 是我準備好了 你如果要下載這個圖片的話 你翻例圖片你可以從這裡下載 這裡有非常多張圖片 好這邊有1到10 總共10張圖片這樣子 好我們隨便讀一張圖片 主要說我們讀第一張圖片進來 我把它讀進來之後 image show 看到了嗎 這是一支針8對不對 這是8 好OK 那我們現在就要把這個 東西拿去給 L1 net model這個去做預測嘛 然後看看他會不會告訴我是8嘛 對不對 來我們來看要怎麼做 因為圖片讀進來之後是彩色圖 所以說我們要先把它 轉成RGB to Gray 變成這個圖之後 我們要把它dimension變成28 乘28 乘1 乘1 這樣可以吧 乘1乘1 有注意我的做法喔 然後接著我就可以predict了 好 Predict完之後你們有沒有發現 在這裡的數字最大對吧 這個數字是不是第8 0到9的第8 就是8的意思 第9項嘛 就是0到就是8的意思嘛 所以代表他預測是對的對不對 阿我們要不換一個數字來試試看 這是1嘛 這是1嘛 最大的在這裡 看到了嗎 最大的數字在這裡 我們再畫一張圖 這是0 最大的數字在這裡看出來了嗎 好所以 看到了嗎 我們的 我們的 我們的這一個預測是不是 非常的精準 你也可以在小畫家畫一張這個圖 不過記得 讀到R裡面的時候 你需要把它resize成28x28 才有辦法用那個網路進行預測 這樣可以嗎 好那當然阿 這個 其實阿 如果你直接進行預測的話 你會發現好像 雖然看起來好像對的 但是好像 有一點怪怪 實際上是因為我們沒有 我們剛剛訓練的時候 我是有進行標準化的喔 我不是 我不是直接把它這個 我不是直接把這個圖片 直接拿進去喔 所以我需要把這個圖片進行標準化 再進行這個預測 來注意 我們的標準化 標準化的流程實際上是 先把圖片乘255 再 因為我們剛剛這個 這個圖片的range 他是介於0到1之間 我們要先把它乘255 因為我們剛剛用的data 是0到255嘛 對不對 先把它乘255 再減掉平均值之後 再除以標準差 這樣子的話 我們的預測會更準喔 看到了嗎 幾乎是1吧 對不對 好 看到了嗎 1在這裡 剩下都是10的負 這個負9次方以下 對吧 然後我們再來 好 7好了 隨便喊個數字 好 3 看到了嗎 都在這裡 所以是不是非常的準 好 當然手寫數字這麼簡單的東西 準是正常的 對不對 好 我們等一下 我們如果 我們其實是可以把它打包成一個函數的 這個函數 如果我們把它打包起來以後啊 這個我們完全 我們完全可以 我們完全就可以這個 不要經過這麼複雜的這個 流程 假如說我們把這個函數把它 貼起來 這樣子 是不是我現在這邊有這個函數之後 我就可以把我的這個圖把它等於 這樣我後面就可以直接用了 好這樣看到了 我的 現在這個圖 我現在 我們現在換一個 換一個好了 6 好這個1 好看到了嗎 它出來在這裡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說這個 我們這個流程 大概就是我們現在有一個 我們現在只要有一個圖進來 只要是數字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model進行預測 這個model預測結果 跟我們這個 給的是絕對 是非常非常高度相關 因為準確度 剛剛我們已經看過百分之九十八點多 對不對 好那我們 首先我們等一下 我們現在已經三點了對不對 我們大概花個十到十五分鐘的時間 我們確保大家在這一步都是完成的 這一步都完成的話 我們等一下進行最後一節課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進行貓狗辨識的訓練了 我們先訓練貓狗辨識 然後接著我們就可以直接進行預測 你可以隨便放一隻貓一隻狗 上網下來圖片都沒有關係 多謝 多謝 其 廉